大家好 聆聽了剛才我們專題的報告人我們張博士 還有我們這個環保先進的評論 還有17位各位先進的一個指教 我都一一的把它淋歷下來 那有關各位對台灣電力公司 尤其是藍美電廠的關心 我想台電也是在這個方面一直在努力 那首先我想在這邊有一個四字跟各位做個報告 在目前我們法式染料的機子總共有40部 40部裡面藍美的機子有14部 這個藍氣的機子有20部 稍有的有6部 那這個藍美的14部裡面加起來 它的總量是760萬千瓦 藍氣的話是有951萬7千瓦 那藍油的是275萬千瓦 那當然這裡面還沒有包括我們林口 剛才我們有一位女士所關心的 就林口電廠 未來即將有80萬的3部 這個藍美的機子 那當然我們大林還有2部機子 是沒有包括這個部分 所以這總共是80萬有共5部有400萬 從這個數字我只是要跟各位報告 的一切確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對過去比較大量的藍美機子 我們現在已經一直在朝向藍天藍氣的 那南天藍氣在這裡面我要跟各位報告 基於整個共氣的穩定度的問題 因為氣的一個儲存量的一個地方 跟它的capacity 它的所謂的接收站 在目前就只有台中跟永安 那我們在積極的中油在大潭 那邊有一個第三個接收站在積極在建立 那必須要考慮的就是天藍氣的來源 那天藍氣的儲存量以目前的容量來看是 我的了解是7天 不像我們藍美的儲存量 它本身的安全儲存量是有30天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未來我們很樂意 在整個未來整個能源的一個計畫裡面 那在COP21 未來我們怎麼樣在INDCS 這個部分我們共同努力 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發電的一個機組的配合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台電公司 會在努力的地方 那第二點我想剛才有 有多位的我們這個先進 關心我們的監測職的一個 是不是有錯字的地方 或是有沒有欺騙的地方 我要在這邊很慎重跟各位報告 台灣電力公司一向是推動資訊 透明化 揭露 那難免 假如我們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或是這個在key in的地方 有弄錯的地方 我細心接受指教 我們會去再加強這個QAQC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們所有資料上網之前 我們在所有在地方上 50個建設站 我們都有定期每一年 固定的按週 按季 按年 去做所謂的維護設備 因為維護設備一定要有一定的後期 資料的一個穩定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環保史它有規定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有經過這個維護的 那第二個是我們一定有第三個 QAQC的團體去進去的 維護的是另外一家 QAQC是另外一家 那這個部分裡面 我可以很坦誠的跟各位報告 資料的真誠性 也許還有加強的地方 但是絕對是不會去做任何的修改偽造 這一點我想在這邊報告 那另外最後一點是剛才有提到 我們的煤灰的一個使用的問題 其實台電在煤灰的推動這個方面 在混凝土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在整個北部 包括過去的林口 包括現在的台中 包括新達 我們三個地區是分別 針對北部的需要 中部的需要 南部的需要 我們都有做分別的統計 在整個煤灰的使用量 那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致上 煤灰可以分成灰灰跟底灰 灰灰的使用量幾乎 我們就已經在做泰灰 盡量用淡水 希望能夠朝向支援化再利用 那所以現在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在鮮溪那個地方 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填海造地 對對 我們盡量 我也相信 我們盡量能夠支援前面的利用 不要倒到 做這以上的報告 謝謝